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4日 今天是星期二 這一節就是跟大家說一說香港新聞 大家留意 今天星期二就是晚上 理論上應該有直播節目 因為安排調動 John Connor未能出席直播節目 直播節目應該會跟大家繼續進行 請大家留意 而John Connor 會繼續在今天做正常的 行常節目 大家就留意了 缺席一個星期 直播節目的時間也是晚上8時 應該的節數和時間會縮短 希望大家留意了 這節要跟大家說特首被追溯夫人 繼上一次 來一個就是反制美國 又爆一件事 跟特首被追溯夫人有關的案件 這個 就是很厲害了 話說 就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特首 梁振英的太太 這個就是梁唐青兒 梁唐青兒 他很喜歡 搞這個非牟利組織 他 曾經發起和贊助一個非牟利組織 叫做齊式福 相關的非牟利組織被人入品 這次入品的 也是小額 前債 對上一次 如果沒有記錯 梁唐青兒 就是遭受這個美國 AE卡 要追她的卡數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想 把兩條卡數合在一起 一次過一筆清 這次 相關的組織就是 被追溯 現在 真的是這個特首夫人 就是應該被叫做 被追溯夫人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再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 希望大家 誠意邀請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 請 支持我們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也邀請所有聽眾 一齊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打開本台的節目清單 即是升旗易得道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盡量做足 好 話說這個就是梁振英的太太 梁唐清姨 這個組織的名字 那麼奇怪 叫做齊昔福 這個組織 非謀利得利也被追討 跟室內裝修 安裝冷氣 閉路電視電力系統 有工程尾數 那麼款項就不是很多 不過 加起來也有20多萬 21萬 那麼這個 新索人 就是用三宗案件追討 上述的欠款 而當中 兩宗拖欠的款項 就是超過了 就是小額前債審財署 追討上限 所以新索人 就只能夠追討最多 是75,000元 其實很久之前 小額前債審財署 能夠處理的 數額就只是 50,000元 除非新索人主動放棄 如果 不然的話 只能夠上限是50,000元 後來小額前債審財署 就提升了他的上限 結果就變成了75,000元 所以 其實這個 非謀利組織被追討的欠款 根本不是21萬 而是 總數應該是37萬 才對 因為三宗案件最多 每單只能夠 75,000元 所以 加起來就變成了21萬多 早前這個 前特首太太 就是牽涉了9萬多元卡數 結果就被美國運通 入品區域法院 追討 債項 還款 費用 案情很簡單 一美拖 拖著這個運通卡 就是 死都不結帳 結果 追討多次無效 結果 向他發信 但是 貴為特首前夫人 居然 一直不結帳 這是很明顯 針對著美國運通 認為這個 就是美國勢力在背後 這個相關的節數 Tony也跟大家說過了 反制也不僅僅 現在 你支持 發起贊助的非牟利組織 真的是非牟利 原來不是牟利 是牟人家的 這是工程費用 說真的 他們 不著緊的錢 就是一個笑話 尤其是 梁振英已經失勢多時了 他們 其實行為相當之有問題 這個梁振英 就是在早年 其實就是 律師 很多法律界的人 就是認識他 梁振英 梁振英和梁振英也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特質 他們很喜歡就叫做響朵 據說梁振英即是龍蝦 最喜歡就是無端端問人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你那麼出名 當然是誰人都知道 但是你出名 不代表人家要給你面子 這個就是問題 可能就是尤其是知道你 就是龍蝦 龍蝦小姐 當然是要特別招呼你 這次這個案件的新索人就是 二建築師有限公司 在11月和2月 呈交申訴書 這些所謂非牟利組織 雖然背後 雖然它的實體是一個 NGO 但是實際上就等於這些相關的人物 例如就是這個特首夫人 這個特首夫人 贊助德的組織和發起 基本上就是等於 其實他 是裏面的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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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招借款項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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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細微樓地下 兩個是 舖位 一個 是Store Room 3 一個是廚房 簡單來說 做完工程 有人尾數不肯找 追討無效 結果 搞一下 可能就已經發信了 追討無效 結果就是需要 去這個 小額前債審財處繼續處理 這裏就要說 其實梁振英跟他太太 真的可以說是非常登對 他們的行為 也是 相同 梁振英也有鋪引 喜歡問人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他當時還未做特首 行政會議召集人 就已經 喜歡到處響打了 無怪他們那麼嚮往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你做權貴 你就可以說了事 指一下鼻子 人家知道你是誰 人家可能不夠膽再追討你任何東西 他們正正是 想做這個角色 所以一直 爭取要在香港做特首 我昨天也和大家分析過林鄭月娥的性格 林鄭月娥為何跑不了 其實 原因和情況 都相似 相雷同 你的背後 是一個巨大的獨裁國家 不代表你在這個巨大的獨裁國家 裏面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做這個區頭的時候 可以當自己 是土皇帝 他們的心態 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地方的土皇帝 但是 香港這個地方實在太有錢了 實在有太多的板塊 實在有太多的精英 你其實 只是 藉著那個時機上位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把握到一個機會 使得 國內的人賞識你 使得你能夠 接任特首寶座 距離這個地區 要徹底作為土皇帝 其實 相差 甚遠 所以 無論是前特首梁振英 無論是她的夫人 梁唐青兒 還有林鄭月娥 他們其實 除了走路 又或者 乖乖地 留在香港 哪裏都不用去 之外 其實他們是沒有任何事可以做到 他們在香港 也是絕對不能夠做事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